经中说 一切法得逞于人 人对于身心造成重大压力 人如何排解 人是有限度的 有极限的 到极限的时候不能把它化解 它会爆炸 所以人是一个战士的手段 人之后怎么样呢 人之后他得定 定开会 会把你这个不平地气 它自然化解了 所以人不能直于人 人要往前静 所以人如下面是精进 精进下面是沉定 沉定下面是智慧 你要一直往前面走 你不能够就中断指导人 后头精进禅定 智慧没有了 那个人会爆炸 那个人会爆炸